Build now, please wait! 這是D出口,往利東街 不知道誰那麼多手在玩天花板呢? 這裡就是灣仔站的大堂 A12出口往奈克道 A4出口往希尼斯道 B出口就是修盾球場 這裡就是灣仔 大家好,我是Keen尚 SRD又在這裏 我們今天繼續這個MCMTR的車站重建的影片介紹 今天我們就去灣仔 不是,現在是銅鑼灣 我們事不宜遲坐車過去 好像是要下兩層 沒錯 這裏比較特別 你可以看得到對面 哦,OK 好了,剛剛好車到 上車 好像銅鑼灣仔比較長 跟其他港島線的站比較 好像是 其實都不是長很多 不會很遠 就是不會很遠 就是灣仔和銅鑼灣都很近 它中間有一條道線 好像是 是,沒錯 我們這個灣仔站 月台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因為 跟其他車站差不多 而且這個站也是有座位的 有一個不同的 就是 月台就在路過的南邊 但其他港島線的站 好像是 在北面 所以這裏就開左邊門 就是往建議的方向 小母子就是和其他站開 就是和它附近的大陸開 相反方向的門 就是 然後這個站的 這個位其實是 原本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空位 並且是有藝術品的 就是一座長畫 但是 空間問題 小了一點 這些牌 都是 最近才有 就是 我起到這些站的時候 才開始加這些牌 以前是沒有這些牌 以前有這些站 我們上來 雙層月台 都是往柴灣 月台都是差不多這樣的樣子 這裏有個特勢的大堂 好像這一層 沒錯 這裏是有個下門中心 然後這一個位是有樓梯 可以通到上去上面 然後 不知道誰那麼多手 在這裡玩到天花板 但是 過了線 月台 已經有雜機 真的好像沒見過 是真的小的這個設計 還有 是 好像之後才 聽說它是樓梯 它就不是 我講現實 現實它 起的時候 它開頭就沒有 好像說 因為太多人 想分流的人 就 這裡又做過 好像是 是 好像是 之後這裏就是 電梯設計大堂 這裏中間有一條柱 不知道為什麼 這裏就是灣仔站的大堂 而剛剛你在下面那個小大堂那裏 上來的樓梯就是正正在這一個位置 你看到在這裏 嗯 我們先出一集 就是這個位 兩邊的 就是 就是 因為有兩條梯 那這個 灣仔站有四個大出口ABCD A出口是有分1至5的 那其他都沒有分 其實B是有分1至2的 其他都沒有分 那首先我們看看A12出口 A12出口是往奈克道 這邊是A1出口 就是向奈克道的 那A2出口呢 就是在這裏了 A2出口就是這裏 對面 對面 接著我們過來這個位置 接著我們過來這個位置 這裏呢 就是C出口 這裏呢 嘩 好闊 這裏呢 它本身的設計都比較闊 C出口 C出口都是去諾克道 接著我們去看B出口 就是這個修盾球場 這裏呢 那就分兩邊的啦 出口 這個 向著電車路的是B1 向著另一邊的就是B2 那這個空位 這個空位就是修盾球場 這一等就是修盾中心 有公廁 就是灣仔站的上個物業來的 修盾中心 公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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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哦 就是修盾中心 你入口 這裏呢 就是中女社 這裏呢 就是灣仔電腦城 就是修盾中心的底層 基礎的那個位置 就是灣仔電腦城 M記 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 M記不知道還有 應該還有 不清楚 好啦 那之後就 我們搭電梯下去 這部電梯 Data Concours 這裏 就是A4出口 往軒尼斯道 其實應該去到 哦 是A5 那個是 上天橋那個 A4就是去軒尼斯道的 那就是 一個出口 出口 是在 天橋 那條電梯的下面 那 之後我們就去A3出口 A3出口 就是去 莊士頓道的 那是唯一一個 Base 著南面的出口 那這裏就是山 這裏就是電車路 今天才用完這個 這個出口 OK 這條天橋特別之處就是 它是有一個出口 是直接連去天橋那裏的 那這裏就是我們剛剛搭的那架 那就是上去天橋的 而這條天橋呢 去那邊呢 就是入境事務大樓 跟著可以 經中環中心 不是中環中心 中環廣場 啊 會展中心那些東西呢 那就可以去到會展站 那就是經這條天橋 好像最近這個入境事務大樓 好像正式停止服務 是不是呢 他有說過要搬 但是我忘記搬了 搬了是將軍澳 好像是 我不知道他搬了沒有 嗯 這個後話 那這個就是A5出口 A5出口呢 就是直接駁去天橋那裏的 那就是方便那些人 可以經過這個灣仔站 去入境事務大樓 會展的 所以這個就是寫著香港會展 HKCC 是沒錯的 我是沒有選擇的 它是真的 哦 牌上面寫HKCC 那邊還有一個出口 好像 還有一個出口 沒錯 D出口我是沒有介紹的 D出口呢 就是這個什麼 店頭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某紅色白色便利店 是的 Build now Please wait 這個是D出口 往利東街的 那是新家的 是 駁去利東街的 某一個商場 我忘記了是誰 那總之是駁去利東街的某一個商場 那裏 還有它就很奇怪 它好像是 而且它是白色的 就不用綠色 就是 偏離了這個車站 是 最過了這裏就是白色的 就是這樣 那灣仔站介紹 就差不多是這樣 還有這個位置就是 這個閘機是專貨的 電梯的 那我們落到月台 就完結我們這個節目了 OK 來到這個位置 OK 就是 我們回到這裏了 還有這個灣仔站 那個大堂也是特別大的 因為它是 因為它那個位置是 跟其他港島線的月的站是不同的 那它的大堂是可以 有很多空位去做明華會田的 因為它上層又沒有東西了 那時候 所以它那個位置是直接明華會田 去建一個大堂 所以大堂看上去都比較大的 還有蘇頓中心 灣仔電腦城那些 因為是港鐵物業來的 所以在灣仔站建完之後 在同期或是之後才一起興建 那灣仔站的介紹就差不多是這樣 好 那這個也是 SRD在港島裏面 重建的最後一個站 是不是 沒有記錯的話 是 沒錯 那下一次我們就 繼續向西走 不過呢 SRD就 不會在這裡 因為呢 那些站不是它的負責 那下一次大家會見到它 那 就等全灣線 好 那多謝大家收看這一集 我們下一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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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